有沒有細水的功能 第二個它能不能滲水 一個是細水一個是滲水 再來一個問題就是說 這個水真的會流進去嗎 再來的話就是說這個 鋪面的水 一點點的雞 它一點點難免 它會流到這個池子裡面去嗎 是說有沒有辦法 這是最低的低瓦地 我認為說花一年的時間 花兩百多萬的時間 做一個細水池 這個細水池是 用不到 一年左右的時間馬上廣池就要開花了嘛 馬上廣池就要開花了嘛 對不對 廣池開花之後這個東西又要變成走路歷史 又要再一次的把它剷除 你不是消化預算沒有什麼叫消化預算 你就是說 我們實在是很不願意用這樣子講 就是說好農民市長就一定要卸任的 不應該在卸任前 再浪費一次 這根東南東北自行車道沒有什麼兩樣 你只有一年的時間 第一個是做了一個沒有效能 沒有效能的東西 沒有效能的東西 完全沒有效能的東西 而且徒增民眾的困擋 真的是徒增民眾的困擋 你剛剛是不是很突兀 在這裡把它挖一個大池子 說是要來把這邊的水擠進來 你應該是說 這個我看不懂 這個我真的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請問有沒有工程人員做過這樣 還是你們自己 我沒有評估過 沒有評估過 你可以講 各位鄉親大家早 我是公園處副總工程師 那因為這個 我們當初來評估說 因為是納利 就是那個鳳凰颱風來的時候 就是造成這邊整個廣池 這個公園有 有很多地方都淹水 那淹水不叫淹水不要亂講 淹水你不要亂講 納利這邊都沒有淹過水 不要說淹水 淹水是正常的 淹水不要亂講 那我們知道說 因為這一邊 剛才議員有講 這邊是地勢最低 這邊地勢最低 那邊比較高 這邊地勢最低 那這邊地勢最低 水都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 剛才議員有講到就是說 我們的水怎麼導引進來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 既有了排水設施 我們在這個工程裡面 我們會去清 那清 我們管子就會接到 這個雨鋪滿裡面去 那將來這個雨鋪滿 那當然就是說 我們做完之後 會恢復草坪 那就是裡面就是一個 一個蓄水的 一個雨鋪滿 那這個 那這個蓄水 這個部分 那議員有講到就是說 明年 就是說明年 開發 那這個部分 它本來就是一個綠地 那我們盡量就是說 開發的地方 盡量這邊 就不要去破壞它 等於說它是一個綠地 那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為什麼會 會有這個雨鋪滿 這個觀念 就是說因為 我們集水在裡面 那我們那個水也可以 也可以抽起來 再比如說澆花 然後 然後類似於再利用 那 因為現在雨鋪滿的 雨鋪滿的工法 現在比如說我們 新生公園那邊 也有做雨鋪滿 那整個還是綠地 整個還是綠地 只是說裡面 是一個蓄水的 一個 只是一個蓄水的 一個容器這樣子而已 那 剛才 剛才議員又 又談到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集水 集水面積 我們當然是考量到說 那一邊 因為那一邊都有排水的設施 那我們是把排水設施 倒倒倒 就是 因為有時候 你怎麼水倒到這裡面 那我們是用陰井 等於說陰井 然後接那個RCP管 然後把所有的水 通通 就是把部分的水 通通倒到這個雨鋪滿裡面 所以我們是用這樣子 一個設計方式 那當然 當然 我覺得工人處這邊 比較就是說 在做這個之前 沒有跟裡面做一個溝通 那裡面也是有很多意見 那沒有關係 那是不是說 容許說 因為我會把這些問題 會帶回去 那就是說 是不是說 我們工人處 我們再來考量一下 看要怎麼做一個設計 然後 然後再跟裡面做溝通 那裡面OK的話 那當然我們 我們就處理 我正來講一個問題 各位稍待一下 正來講一個問題 我把大家的問題 先中央起來講過之後 那大家才去回應這個問題 第一個 如果台北市大面積的公園 都要做這個雨鋪滿 那他應該是把它列入一個 一個很標準的工程去做 而不是臨時性的措施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像是一個臨時性的措施 我要跟你講 廣執開發之後 這個整個公園的立地 都會稍微在做這個鋪面的整治 以及泄水排水的那種布局 就是說泄水排水 整個水溝其道 應該做一個統一 而不是把它倒在這裡邊 第一個 剛剛如果說 講到這裡是 以後要灌溉這個 當然是這樣子講 我們會接受 但是絕對不是說 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公園的中央區 把它弄一個 這麼大的吸水池 那這個吸水池其實你在講 說因為這裡積水 因為這裡淹水 所以你要來做這個吸水池 我說這裡 昨天也下了一場大雨啊 也沒看到今天 也沒看到淹水啊 也沒看到積水啊 你怎麼解釋說這裡積水 民眾認為說 昨天我問你們說 這個東西是一個臨時性措施 到時候我們廣池開花之後 這個案子 這個地方不見得會存在喔 這個地方也可能會敲除喔 這個是昨天講的話 對啦 因為剛才講的 所以我剛才講說 我剛好講說 我們規劃的話 這邊當然就是草皮具 就不會去動它了 沒有錯 但是這邊明天可能 廣池公園開花之後 這個地方也有可能會產除掉喔 不是留在原子喔 因為你沒有你這個 你先入為主 你便沒有考慮到 以後整個公園的開花計畫 是什麼樣子 你沒了解你的生產 踩一個在那裡 啊以後後面的人 就要來救你的 後面的開花計畫 就要來救你 所以我們在這邊 跟所有的媒體先進講 就是說 郝龍斌不應該在任期的 最後幾天當中 就在適宜的來消化預算 這個東西要花200多萬 他的主要功能叫做 吸水池 他說要把這裡的水 把它擠進來裡面 成為吸水池 他說吸水池之後 他要讓他能夠慢慢的滲水 把它消化掉 我說這裡有那麼 有那麼嚴重的淹水嗎 還有那麼嚴重的積水 需要用這個東西來做吸水池嗎 這多少年了都沒有 現在要那個你才來弄 這邊是那個副總工程師嗎 對 剛剛有提到說那一塊的話是比較會 以前會有一個积水比較嚴重的區域 但是他後來他 你說那邊有做一個排水措施 原來的 因為我有來看過 我們既有的排水設施 其實往這邊應該都排不出去 因為這邊最低 所以說當然是既有的排水設施 那我就質疑了 那當初就是你們沒有輕於你 所以才積水的 根本就不會積水 你現在又講回來了 那我講 這個是黑箱走業 你現在輕輕就會排掉了 對啊 這邊講一套 這邊會講一套 莫名其妙 對啊 這麼真的 議員 我們覺得非常奇怪 對啊 才下兩天以水就已經到三分之一了 梅雨季節湯季節 你覺得他有辦法容納那麼多的水嗎 會不會醃出來倒灌嗎 這樣反而會影響到我們周邊 距離民宅這麼近 不會影響嗎 而且還會錯 下天有登革樂怎麼辦 沒有 對不對 只要負責 問題是沒有錯的 這裡的水 本來都會自動的把它排泄出去 收尾才卷去 就能提升到一點 倒灌 對啊 對啊 才兩天就已經這麼深了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為什麼有錢做那條路 沒有錢做那條路 你過來一點讓他照相 讓他攝影 你過來一點 我問我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消耗預算 為什麼 因為他那邊是做 拍子措施 其實他拍子措施 其實可以發揮他的功能 除了預理清楚之外 再來就是說 他的水道做大 包括這邊 你如果說這邊 他這樣排過來 這邊也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 做排水 剛才我後面 你是不是要做這樣子 剛才我後面沒有講完 不好意思 因為你 因為你這個 原來的排水設施 你還是要把運理清楚 讓他水能夠 讓他水能夠排 但是你怎麼排 排到這邊就排不出去了 那他是不是這邊也要做排水 沒有沒有 因為這些地勢比較低 你排不到外面去 因為外面的地勢比較高 所以我們才會有 雨鋪滿的這個概念產生 沒有什麼 就擠在這裡 沒有什麼 因為現在 一年 比一年的雨量還要高 所以就是說 這個 如果說 一個連續 連續的大豪雨的話 其實他很快就滿 所以 你會在他滿的時候 用一個馬達 把水抽出去嗎 對 那個就 不對啊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用排水櫃把它排掉就好了 而且我們在那邊住那麼久 對啊 我們從來就沒用過水啊 也不需要用下面的水來灌溉 因為我們這邊還會炒長到這麼長欸 我們就不需要炒到這麼長 對 這個地方牛下來了 你知道會有能死到的你們 小孩被叫 我們壓死你 接下來會有能力被回家 你再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地方原本是有排水櫃 沒有 他現在是說 因為這邊 你們那個 看一下 因為這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的地勢很低 很低 很低的話 因為 架雨的話 水都往水嶺 因為這邊地勢很低 然後跟外面的排水系統 那高超大概兩里 那水根本就排不出去 那水排不出去 那當然 我們就是會考量到說 因為現在 現在 現在全世界都有一些雨浮滿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是做一個主� 就是把這些事集中在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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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個水 真的這個水 真的這個水的話 我們可以再利用 譬如說 澆花 我們多久以前就該做了 為什麼現在才來弄 但是他已經排不出去 排不出去 對 排不出去 對 對 對 你問他這個多久了 這種狀況多久了 他現在才想到排不出去 那以前都排得出去 那為什麼現在才排不出去 應該是這樣講的 就是說 我們在設計 他們就是做那條路沒有整體的概念 對不對 他如果他現在就是 今天做一個 明天做一個 一個一直在那補動 我們在熱風城裡也有設計 也有設計這個高壓 去把它打通 對對對 你們什麼時候就已經 他如果這麼會設計 這麼會設計 那條路 弄起來的時候 就考慮到這些了 那一位叫你積水改善 有那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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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要改善積水的 因為這樣講 我們這個 對對對 我們來 統一跟大家再講一句